HELLO 大家好,繼續回來POKEMON救援六寶十五 上次說到打贏了白亂山的RED 然後根據可靠的線索,我們的羅六就說 他說這裡裡面還有東西 我不知道裡面有什麼,我們看看吧 這裡,裡面有什麼可以打 這裡上去的就是... 就是最高層的道路嗎? 不是要過這條路嗎?很麻煩 我記得阻礙過這個出口 好,我們先過去吧 沒有血,忘記了 糟糕了 送了我下山 剛剛被人屈死了,用這個... 羅卡利歐 雙岩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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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又要打嗎? 應該不用吧 真的要打嗎? 戴光射,那戴光射怕什麼?怕水吧 魚龍 尖射攻擊 靠寶 OMG 我的命運和沙長棒發死了 哇,七地青鳥 全部Mega的,我發現 我發現... 門頭地主 放請蜗蜗蜗 神經病 這隻乖的噴火龍 七地青鳥 對呀,難分 我也忘記了 惡系的李魚龍 哇,Mega Mega達人 繼續 這裡 這個出去 然後這裡進去 然後這裡再出去 這裡是攀木布上去嗎? 對呀,後面有攀木布 好像是 真的上不去 我要下去那個精靈中心 這裡應該走的 出發這裡 神經病 好,現在我換了單車 就可以這樣彈上去 至於下面那個 我們待會有機會再打 巨大金珠 下去 為什麼這裡不弄到攀山的麻煩呢? 這裡可以下去 這個位置如果下去我就死了 因為我上不回來 那個斜坡是可以下去的 但應該是上不回來的 如果我用這架單車的話 這裡可以彈上去 左邊那個才是 大地摩 這個大地摩 就好像是 不知道 不知道是那些什麼 場地的道具 其實這個地形 真的比較少會用到這些單車 這個白銀山 這裡 這個白銀山 是這樣走的嗎? 這個單車 這個單車很難操 白銀山 真正的Van 在這裡 我們是不是要再次挑戰Van 好 來 好 來了 先都是長毛矩魔放在頭 看一看什麼鳥子 點點點 這個 聯盟怪軍赤虹 又來過 光牆 好 伏特攻擊 這隻比較容易打 應該 看起來比較容易打 Bunderline 地震 或是岩崩 岩崩 岩崩 地震 OK 奇爾花 奇爾花 其實要換走 因為我不想 這隻負責死了 山上墓還有一彎 鯉魚龍 鯉魚龍 鯉魚龍之後用龍武 應該是不死的 催眠粉 忌生種子 忌生種子 烏泥炸彈 OMG 神經病 烏泥炸彈 再加一個什麼東西 忌生種子 彈跳 飛兵 唉 最麻煩的是那個催眠 尖弓 飛兵 立刻是蝴蟲 所以現在有 紅袖地主 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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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他也用地震 死了 這樣就 會有命中 好 Yeah 班格拉 最後竟然會有命中 OK 我們班格拉放在頭 應該比他快 敵偶 下快 超痛 轉寵 象徵 鳥 沙塵木刮死 龍頭地主 龍頭地主 岩崩 會有擊中 好厲害 為什麼又會有擊中 尖弓 這些會有擊中 有麻煩 直接用尖弓 可以殺死火龍 灰灰龍 一換 留一留沙塵 這裡我們用 地獄龍打 灰灰龍 打雷 好 完了 尖弓 會有命中 究竟會有命中多少次 天啊 天啊 尖弓 不會有命中 OH MY GOD 真的不行 為什麼可以不命中 你看一下 第一下又沒有去打 應該死了 中一下 班格拉 可以 接著斑戈拉可以死 然後給龍頭地輸一下,岩分集,中 龍頭不得,岩分 這裡換一換,象徵了 長毛巨魔的反射壁 之後再用長毛巨魔的希炸 光場 這時候就用鯉魚龍 黑木步 其二班彈跳 中 水箭龜 彈跳 馬碑 咬水 完 打敗聯盟冠軍赤虹 點點點點 大家都點點點 點點點點 將會自動的座標交給赤虹 等赤虹回到全世界C 這個全世界C的時間 這個就是我們原本要做的任務 我們現在完成了 這個比起上一個容易打 這個沒那麼難打 上一個感覺上難超越一點 又或者我上一次已經有一個經驗 所以我們在這裡懂得怎樣打 因為很久沒見 現在回到我覺得是 立即容易打 OK 好了 現在我們過去打那個 試試打那個什麼兵 小兵 我印象中記得這條路一下去就上不回來 所以我要在這裡消防 然後重新 OK 現在我的隊伍真的靠那四隻重打 好 save 不是啊 不是啊 原來這個不用 OK 那可以照打 好 斑格拉 應該斑格拉開頭可以 他第一隻是什麼 第一隻是狗味 所以現在就好像第一隻 流星衝撞 或者血筋 過分 李魚龍 應該不夠他快 不過 那封船 OK 其實應該先龍武了 應該龍武了先 流星閃衝 一血筋 原來他有 好 好 李魚龍的龍武 然後再用 咬水 彈跳 這隻 打不死 但是他也打不中我 彈跳 這次死了吧 還不死 怎樣 沒記了 水技 嘩 秒天秒地 這隻水技 嘩 水技 守住 水技 一隻 一隻 一隻利魚龍 多謝你後會有期 完結 這個 我們應該解決了這個Rack的事件 應該可以走了 現在 回報平行時空的Rack 和我們世界的Rack 在白銀山底和山頂進行了激烈的對戰之後解開了誤會 並吸入了赤紅的Rack 究竟自動就助了讓他回去 好了 果然沒事 甚至成為了這個4 不知道什麼意思 其實我不知道什麼 從上一集還是前一集都已經說了這個不知道什麼意思 不過是關東最強 終於來到最終的決戰 不過大家等 我先召集一下各地的冠軍 有沒有小智 沒有小智 真的沒有小智 分散了不方便交流 辛苦各位靠近 我也不廢話多說 好,通過對這個各地的不斷探索 我們終於明白到澤浩波的計劃 他聯合了各地的邪惡組織 名為這個彩虹火箭隊的龐大勢力 而我們接下就要擊破這個彩虹火箭隊 彩虹火箭隊確實很強大 是前所未有的龐大勢力 根據我的推測 他們很可能已經控制了很多隻的傳說精靈 不過聚集在這裡的各位都是聯盟冠軍 我都不擔心會打擊我們的士氣 只是想提前做好心理準備 傳說精靈引發的災難我們都不是第一次經歷 一個月前封完地 他經歷了超古代精靈的大戰 這次只不過再解決一次曾經發生過的事件 無論是多麼強大的對手 我們都不會輸 因為我們是究竟亂問 我們要舉手 好了,知道你想鼓舞士氣 不過我們沒有那麼容易被對方嚇到 只不過是以前擊敗過的組織再次聚集 有我和Ware再一次擊敗反目不是問題 年輕人就是有講經 我都陪你二血 好歉,明明是個嚴肅的狐疑 不過這班人實在不太會輕易動搖內心 所以你就告訴我關於彩虹火箭隊的情報 沒錯,過去經歷了神怒的事件 看到傳說的精靈確實很震撼 但同時都見證到你身邊這位強大實力 太強了 彩虹火箭隊和傳說精靈帶給我們多少恐懼呢 既然各位這樣說 我就說一下已知的情報 終於發現到了持續的監控下 火箭兵團的潛伏地方 位於霧水陣的究極之洞前門口 也就是霧水陣上面那裡 不多說了 裡面通過一個巨大的城堡 不過有種奇怪的氣場阻攔 讓我們沒有辦法靠近 根據路沙米內的理事長和阿克羅馬分析 類似究極氣場的能量 可以通過EZ純精的力量進行中和 所以各位出發之前需要擊敗霸主獲得EZ純精 嘩 這個情報我都會告訴各位圖鑑擁有者 準備 我要保證不會中對方的聲東擊西陷阱 具點這裡我都會分派一些人手留守 具體任務會發到你們各自的領航員身上 各位準備好就去到無水陣終極的決戰 走吧,讓我看看你在究極的空間有沒有下降實力 好,我們都去準備一下 赤日,究竟在想什麼 今次我一定要問清楚 還是冠軍以後真的很久沒有試過這麼大戰身手 這個是XY那個 阿里斯黑白 還有阿道 這個是龍的 而這人跑得這麼快 我都可以集合 你都準備一下 不知道你的EZ純精集合完了沒有 嘩,這麼多顆EZ的嗎 沒有這麼多顆 霧水陣 18種不同屬性的EZ純精能量才可以揹 EZ純精,應該只有幾顆吧 看看 有沒有一顆,有沒有一顆屬性的EZ 好像沒有 好,今集時間玩了這麼多 我們下一集去收集一下EZ純精 至於創無火箭隊的話 到時再看是不是直播 因為我都在思考當中 各位,拜拜 拜拜